早安 早安 今天先繼續講星期二的那一輯 《中國中央全面提振全球經濟的組合團》 星期二的那一輯已經很清楚很明確地詳細解讀解構 這個對內房 內地房地產的權權盜獄 全面解決國內幾百萬間空置的新樓房 解決國內房地產商的負債累累 貧臨破產的地步 解決國內銀行因此陷於危機之下 也都解決為年青一代的首置房屋的問題 首期的問題 是一個天衣無縫權權盜獄的 將本來中國房地產 佔國民生產總值三成這麼大的一個資產 換句話說 可以影響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 市民就業 市民的消費 和市場的通縮狀態 是一個全面性的組合權 簡單講一句 是化危危機的方案 而最重要的是 是一巴掌打過去所有西方媒體的面上面 口上面 將他們自中國房地產崩潰以來 不停地臭口地 抹黑地 惡意地的頻頻指出 用意不言而喻 是想強搶和禁制全球 投向中國的所有海外投資和奪取 已經不是割韭菜那麼簡單了 簡直是禁著來搶 好了 今天我繼續集中講中央所謂的 用來配合房地產空置幾百萬間房子的化危危機的利民 利經濟 利內銀 利整體國民生產總值的組合權的第二部分 這也是 OK 由國家親自出馬 先發行這個一萬億人民幣的特別國債 一公布出來 很多時候都是一樣的了 就有很多那些懂小小辦代表 或者懂小鐵的所謂 學者 金融專家 證券經紀 牛鬼蛇臣 又老虎 又獅子 OK 出來說 那就是學習美國聯邦儲備局的QE 為什麼呢 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那個量化寬鬆 注入流動性的資金給市場 就是這麼簡單 錯了 今天我大大聲聲告訴你 是跟美低的QE完全不同 接受是天和地的分別 首先 央行用的 所有全世界的央行用的財政政策 只有兩個而已 OK 一個叫做貨幣政策 monetary policy 另一個就是財政政策 fiscal policy OK 兩個是不同的 美國聯邦儲備局在2008年那個金融海嘯的時候 開始所用的是貨幣政策 monetary policy OK 是印銀子的做法 然後注入那些流動的資金去市場 增加的流動性 所以叫做quantitative easing 即是QE的簡寫 以此製造市場的貨幣的流通量 然後刺激消費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打了孖啡式的刺激經濟 而且是利用超低的利率去做的 由於是這樣 就製造了日後的一路的通脹了 OK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過去的兩年以來 美國踏入一個通脹非常之高的惡果 最高試過去到9.1% 然後就又要不停地加息去壓制這個通脹 Airport FB FB C FB FB